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混乱研究所推出了该规范 望各位群众牢记本规范 第一 居民应随时开启移动电话的短信接收功能 以接收到最新的混乱研究所的通知 第二 如居民的移动电话无法正常接收短信功能 请确认室内拥有其他可以正常使用的通信工具 例如收音机 电视等 以及时收到避难的通知 第三 如果您处于序外 那么请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距离您最近的建筑物内 并封闭所有与外界相连的部分 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还要及时停止机动车的发动机 请遵循如下标识 第四 如果您处于荒郊野岭等无法第一时间寻找到建筑物的区域 请尽快与混乱研究所取得联系 以得到及时的帮助 第五 如果您已经处于封闭时的建筑物内 请再三确认建筑物内与外界相连的部分已经被完全封闭 第六 及时向混乱研究所汇报自己所处的位置 除非发生特殊情况 请不要离开该位置 第七 无论如何 请以最快的速度远离加油站 石油钻材专用设备 石油加工厂等储存着化学燃料的建筑物 以及湖泊 水库这类水源丰富的地区 第八 请在周围能见度低于500米前 关闭周围的可见光源 记住 光源在潮物之中只会带来危险 第九 在周围能见度低于500米前 请尽可能利用周围的物资保护自己 第十 遇到无法及时规避危险的情况 或者向混乱研究所汇报自己所处位置时 请在周围能见度低于500米前 与混乱研究所等混乱评定机构取得联系 若周围的能见度已经低于500米 那么我们无法保证您的神秘安全 第十一 如果您发现手中的通讯工具无法使用 且外界能见度低于500米 那么代表潮物已经来临 现在外界也充满了危险 迷雾中会出现不同种类的混乱员 它们会带来不同的危害 第十二 当您和多人共处一个避难所时 请注意其他人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常理 如果其他人做出某些异常的行为 请立刻远离 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第十三 如果避难所内部存在启动的发动机 请立刻关闭发动机 切记 噪音会带来危险 第十四 如果您在外界能见度低于500 向混乱研究所等混乱评定机构申请了救援 那么相关人员将于半小时内赶到相应的位置 如果半小时后没有遭遇救援人员 请以最快的速度远离该地区 第十五 请坚信自己人类的身份 不要受到他们的蛊惑 第十六 切记人类的头部不是花朵 第十七 若周围存在意识无法关闭的光源 请先确定其是否明显 如果光源明显 请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该光源 如果光源微弱 则可以无视 第十八 请注意周围的声音 号角声不会带来危害 而诡异的笑声和昆虫的震翅声 则会影响你的安全 第十九 如果感到头晕眼花 请不要惊慌 这种症状一般不会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二十 如果可以的话 请尽可能地寻找同伴 第二十一 如果您的周围发生了以下的情况 需要格外的注意 必要时 请寻找周围人的帮助 外界出现沉重的脚步声 随心的同伴行为举止不符合常理 听到诡异的笑声 第二十二 误潮一般持续8到36个小时 如果你发现周围的迷雾消散 并且通讯开始恢复 那么 证明误潮已经结束了 第二十三 误潮过后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和外出 待消毒人员进行消毒后 方可饮用自来水并外出 第二十四 记住 在误潮结束后 大部分伴随物而出现的怪物们 也会跟随物一起消失 第二十五 误潮结束后 一定要对那些出现凝胶状物质 并在误潮中出现号角声的位置 进行特别标记 如果该位置处于均匀区 则需要在下一次误潮到来时 清除化石燃料以及发动机的噪音 第二十六 那些因为不明原因精神异常的民众 需要转移到混乱研究所旗下的 精神病院中接受治疗观察 需要特别注意的混乱员 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七 那些花朵和诡异的笑声 并不会因为迷雾的消失而消失 第二十八 如果您认识的人在物潮过后失踪了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一惊遇害 第二十九 迷雾消失后 有些怪物并不会消失 第三十 居民们请勿收集触碰混乱员的残骸 以收集混乱员残骸的居民 请立刻上交给混乱管控机构 第三十一 以混乱研究所为首的混乱管控机构 将对混乱员的残骸进行收集 研究 请居民们配合 最后 希望你能正确地应对物潮来临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